蔡奇失宠信号 传马兴瑞接任中办主任 撒币换友谊 中共推命运共同体 越南反应冷淡 党媒谩骂菲律宾 遭五万留言变相嘲讽 香港影星周海妹突然去世 曾接种国产疫苗成交点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二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的支持 那么您或许不知道 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 是比美国之音自由亚洲更大面积的覆盖中国 向中国人传递真相的电台 中共通知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不让谎言穿帮 就需要控制言论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上万家的媒体 却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掌控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 去修建防火墙 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 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的电台 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 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 因此持续不断地稳定地传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什么渠道能做到这点呢 答案之一是短播广播 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 通过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 由120个短播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结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廉的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播频率 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的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山间 在草原 在荒漠 在丛林里 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播广播网 就是为了给中国送入持续的 不间断的 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 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 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播广播网 您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 聚沙成塔 众志成城 撕开空中的铁幕 启发中国的明智 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 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 欢迎点击留言区的链接 了解更多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多个网络消息指出 位高权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 要换人了 中共党魁终于确定新的人选 蔡奇在兼任一年之后将由新疆书记马兴瑞接替 有分析认为 在中共高层内斗日益激烈之下 如果消息属实 那么就说明蔡奇可能已经失宠 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蔡慎坤发文表示 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 即将离开新疆进京 在64岁之际成为了离习近平最近的高官 如果不出意外 下一次换届 68岁的马兴瑞还可能再上一层楼 登上郑国级大位 蔡神坤认为 中共党魁挑选马兴瑞担任中办主任 不是马兴瑞至江有数 而是他是技术官僚 且他在从政过程当中 没有时间和机会栽培自己的亲信和党羽 再加上远离京城权力中心 接任中办主任也能平衡浙江帮和福建帮的关系 再加上马兴瑞与前任中办主任丁薛祥没有任何的交集 因此习近平用他相对的更为放心 至于外传 马兴瑞主要靠山东及老乡攀上彭丽媛 走夫人路线平步青云 并没有太多的根据 马兴瑞属中共航天领域的技术型官僚 他正式踏入中共官场 是从2013年开始 先后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长 2021年底 马兴瑞任新疆党委书记 不过马兴瑞将任中办主任的消息 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共官方的相关报道 12月12日 中共党魁前往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中办主任蔡奇等陪同出访 现年67岁的蔡奇 曾是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的下属 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后 成为排名第五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并且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 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书记等职务 对于上述消息 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 在《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 如果马兴瑞接任中办主任的消息属实的话 就是蔡奇失宠的标志 张天亮博士表示 蔡奇是政治局常委、郑国级的领导人 她做中办主任是一种奇怪的安排 因为她等于以郑国级领导人的身份 同时又做习近平的秘书 无论去哪里 蔡奇都跟着 这就等于是每次出行 都是两个郑国级官员同时出行 这是没有必要的 张天亮说 蔡奇当中办主任 直接管理中央警卫局 等于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兼保镖 在这样的职位做事 必须得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 如果中办主任要是反水的话 对于最高领导人 就是一个直接的威胁 张天亮认为 所以中办主任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如果蔡奇离开中办主任的位置 明显就是她失宠的一个标志 但是奇怪的是 马兴锐跟习近平没有任何的交集 马兴锐不是福建邦 也不是支江新军 习近平这么信任马兴锐 让她取代蔡奇是一个反常的现象 至少不符合习近平任人为亲的原则 独立时评人士向阳在X平台发文说 马兴锐接替蔡奇成为新任中办主任 离习近平又近了一尺 目前所有的分赃格局都只是暂时的 二十大只解决了团派的问题 习派作为一个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核心理念的团伙 内部分裂是迟早的事情 习派内部最终也会再次诞生左右路线之争 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 习家军掌控着核心踏拳 但这一年来 中共官场一片混乱 外长秦刚和房长李尚福先后下台 火箭军高层被大清洗 现年68岁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死 以上事件凸显了中共党魁陷入空前的执政危机 而习家军内部争权夺势的局面也更加激烈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冲毅此前表示 共产党专制政权是靠不断的政治清洗才能生存的 现任中共党魁不仅是对社会感到非常恐惧 对他身边的人也不敢信任 美国全面提升了跟越南的外交关系之后 12月12号到13号中共党魁也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他此行带着大礼包 被外界认为是靠撒币来换友谊 习近平周二抵达河内机场受到了越南总理范明正的迎接 之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福仲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 中共驻越南大使雄波10号告诉越南媒体 预计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中越将签署多项协议 中方愿对越南农产品进一步的敞开大门 并且提供资金来升级连接广西至河内的铁路 同时加快发展连接两国的其他铁路系统 中方还愿加强中越经贸投资合作等等 这使习近平时隔6年对河内的再次造访 正值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 原来与中共互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 近来却和美国日本的关系不断的深化 引发了中越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9月初拜登访问越南之后 美越关系持续的升温 两国在华府举行国防政策对话 越南总理范明正也在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回访美国 11月27号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 对日本展开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 两国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分析人士说 两国进一步扩大经济和安全合作 因应中共威胁的意味浓厚 此外 越南和中共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了 长达数十年的主权纠纷 并引发过多次较为严重的对立事件 越南近来对控制的岛礁进行填海造岛扩建工程 以抗衡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强势行径 另外一方面 越南民众对中共印象极差 根据皮尔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越南是亚太国家中对中共最没有好感的国家 另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为了与每月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抗衡 中共向越南大力鼓吹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力图显示中越关系比华盛顿与越南的关系更加亲密 越南国防部国防战略研究所前副主任阮宏关分析指出 一个无视法律并使用各种手段的国家不能信任 他们现在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会用它来模糊界限 然后可以操纵其他国家跟随他们 这是致命的陷阱 有知道内幕的官员透露 习近平的访问曾被推迟 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就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 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河内一开始就对此表示抵制 一些研究员和观察人士预计 越南会重点要求两国改善几个合作机制的有效性作为回应 尤其是贸易 国防和安全方面 但是美国之音报道说 越南继续显示对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反应冷淡 越南国营媒体对此根本是只字不提 越南似乎在这方面与中共保持距离 再次显示核内的态度 日前 在中共严格控制言论的大陆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观 在中共和菲律宾船只发生冲突之后 中共央广网在节目当中把一切责任甩到了菲律宾一方 以中共海警的说辞指责菲律宾 而在这条新闻的底下 竟然充斥着5万多条与这一新闻风马牛不相及的聊天式评论 被认为是大陆网民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方式 表达对中共宣传的嘲弄和轻蔑 12月10日 中共央广网报道 中共海警船与菲律宾船只在南海的冲突 毫无意外地对菲律宾进行了谩骂 这条视频下跟了5万多条网友的评论 但是外界发现 这些评论绝大部分竟然都是在讨论天气 而且是从南到北 各地网民都有 而这些评论内容看上去也是相当的有趣 像是在接力穿相声 有人说 广州又热了 哎 什么时候下雪呢 下一个计划说 今年什么时候才能够穿上新买的羽绒服 广西热死了 深圳今天穿短袖 热啊 贵州也降温了 昆明晚上冷 白天热也是醉人 成都什么时候下雪呀 宁波周六开始降温了 江西昨天下雨了 南京这两天老下雨 烦人 苏州今天有点冷 保定许水下雪了 沪和浩浩特的雪下得特别大 还有人问 咋都聊天气了 说完之后 这位竟然也跟着说 江苏这里也变冷了 有看不懂的网友留言说 今天的评论有点奇怪呀 也有看懂留言的说 评论区都是高人呢 在海外社交平台X上 人们对此纷纷议论 老百姓心里明镜一样 人民觉醒了 对于中共宣传系统来说 最大的难堪莫过于 无论其如何卖力 但是民间舆论对其完全无视 这就意味着中共影响力的彻底丧失 12月11号 香港的知名影星周海妹 被网络疯传在北京突然去世 之后又传出她在医院接受治疗 由于周海妹曾经拍摄影片 帮助中共当局宣传国产疫苗 因此外界纷纷质疑 红斑狼疮患者是否适合接种 在铺天盖地的纷纷猜测之后 12号晚间 周海妹工作室终于发出声明说 周海妹因医治无效 于2023年12月11号去世 据此前媒体报道 周海妹被红斑狼疮折磨多年 更是影响工作导致不能常拍戏 1998年一度被迫休养 如今被工作室证时 受病痛所苦就之无效 红斑狼疮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身体各个器官均可受损 患者免疫系统出现了障碍 不再保护机体免于细菌和病毒的侵害 而是反过来攻击自身的组织 中共病毒也以破坏人体免疫系统而闻名 随着周海妹有关消息的热传 有网友翻出周海妹当年宣传接种 国产新冠疫苗的视频 她在视频中记录了自己 在顺义区接种第一针国产疫苗的全过程 并且还称要打第二针 她在影片中接连表态 非常羡慕自己的员工和家里的保姆 已经接种了疫苗 现在我终于也可以去打了 并且多次吹捧北京乃至全国的疫情控制 当时有网友就质疑 有免疫系统疾病能接种新冠疫苗吗 周海妹回应称 请别相信谣言 一些网友在X平台上留言说 这样大张旗鼓的为当局站台 自投罗网啊 新冠疫苗的确有可能诱发红斑狼疮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